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8月23日星期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川普的律师在8月22日提起了诉讼 阻止司法部调阅被FBI带走的文件的进一步审查 直到任命特别监督员来监督审查 以确保材料没有被不当解读 而川普的儿子说 他们收到了民众对川普前所未有的支持 以及高额的赞助 在长达21页的动议书中 川普的诉讼书中要求法院禁止FBI和司法部 审查他们所搜集来的材料 直到任命一个特别监督员进行监督 才能保障巨大的公众利益 根据美国法律 特别监督员通常是由法官任命的第三方律师来担任的 他们可以代表法官公正的检视证据 并向法官提出建议 通常是在涉案人担心 某些证据可能会使起诉不利于某一方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要求任命这样一位监督员 而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 也就是批准FBI搜查令的这个法官 他曾经是臭名昭著爱波斯坦的律师 川普也一直要求这个法官必须要避嫌 诉状中川普再次陈述了他的观点 认为FBI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 目的是阻止他在2024年竞选 以及阻止其他共和党候选人 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获胜 诉讼依据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的规定 主张个人有权反对不合理的搜查还有扣押 指控联邦政府侵犯了他的权利 川普在诉状中希望司法部 能够提供一份更为详细的清单 列出FBI搜查期间被拿走的其他文件 还有物品 并要求归还所有不在授权搜查令范围之内 扣押的物品 与此同时由国会领导层组成的两党八人帮 也要求查阅FBI搜查川普庄园所获取的文件 其中包括参议员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华纳 还有副主席卢比奥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还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还有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西 众议员亚当·西夫 以及众议员特纳 两党要评估川普处理敏感文件 是否涉嫌国家安全风险的问题 这些高层立法者要求司法部 还有联邦调查局 协助了解更多关于当时搜查的情况 据说这次搜查花了9个半小时 川普近日在真相社群上说 被FBI带走的那些文件 在他当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解密 并被放在了安全的仓库 他说FBI不需要偷袭 不需要扣押任何东西 他们可以随时的拥有它 而不必玩弄政治和闯入海湖庄园 川普的律师哈巴也提到 在司法部进行修改后公布的证词中 一定会删除川普一直在配合他们的部分 川普的儿子艾瑞克·川普说 自从突袭搜查以后 共和党没有比现在更团结了 他说这次突袭是一场闹剧 这是对这个国家执法的武器化 整个国家都在对他进行反击 这次真的惹恼了所有人 而我们收到的支持和捐款 也是前所未有的高 目前法官已经要求司法部 在本周四也就是8月25日 对宣誓书做挑选式的解封 但如果法官认为解封的不够 他会再要求做更多的解封 而川普的律师 已经要求司法部全部解封 在今天8月23日 美国敦促美国公民离开乌克兰 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说 美国获得了情报显示 俄罗斯正在计划在未来的几天 对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 还有政府设施发动新的攻击 特别是核电厂周边 发动更大一波的袭击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在今天发布了公告 公告中要求 美国公民现在通过自己的方式 安全离开乌克兰 据漏透社的消息说 8月23日是乌克兰的国旗日 明天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 泽连斯基敦促乌克兰人 在庆祝这些节日的时候要保持警惕 泽连斯基在21日晚间的视频讲话中 他就说道 我们都必须留心 本周俄罗斯可能试图做一些 特别丑陋 特别恶毒的事情 为了应对俄军有可能的攻击行动 目前乌克兰政府也表示 首都基辅本周会禁止举行公共庆祝活动 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也宣布要宵禁 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俄军的袭击 俄罗斯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到今天已经有6个月了 战争仍然处于胶着状态 而战争本身带来的灾难更是令人心碎 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万人遇难 数百万人逃离家园 并且在全球各地制造了经济争端 联合国人权事务公署在8月22日的记录就显示 开战以来已经有5587位平民遇难 7890位平民受伤 但实际人数可能要高出更多 大多数的死伤是来自武器的攻击 在兵损的方面 乌克兰武装部在22日的数据也显示 累计已经有接近9000名乌克兰军人在战争中阵亡 这也是乌克兰首度提供兵损的人数 而俄罗斯一方据美国情报局的估计 目前的俄军阵亡人数是15000人左右 而伤兵则是这个数字的三倍 再来看难民的情况 联合国难民署指出 6个月的时间 乌克兰大约4100万人口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 这是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离失所的危机 法新社报道说 其实许多俄国人他们对这场冲突的意见仍然是有分歧 俄罗斯一带 有的民众认为开战时势在必行 在莫斯科 你可以看到某些汽车窗户上贴着Z字的贴纸 这是支持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的象征 但也有民众对战争造成的苦难深表遗憾 莫斯科35岁的资讯科技专家罗曼能科 他就对记者说 我为乌克兰人感到非常难过 他们是无辜受苦 他们没有做什么错事 普京出兵乌克兰的决定让许多俄国人的生活也陷入了混乱 许多老百姓因为外企的撤离还有通货膨胀严重而大受影响 不管如何 所有人他们一致表示他们希望战争尽快能结束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在昨天8月22日宣布 他将会在12月离职 不过共和党重量级联邦参议员保罗强调 福西涉嫌资助中共改造病毒 隐医疫情 离职也无法阻止对他的全面调查 而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也对Newsmax表示 应该把福西的护照给扣住 防止他飞走 因为他在大流行病中起到的作用太坏了 从政前曾经行医多年的保罗在参议院听证会上 多次就口罩问题还有疫苗问题和大流行病的起源问题 与福西激烈的交锋 保罗在昨天22日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福西必须解释他向国会提供关于功能增益研究的证词 以及他和美国机构参与武汉研究所的情况 保罗还强调 福西的辞职不会阻止对流行病起源的全面调查 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也提到 福西对国会撒谎 但他最大的谎言是在大流行病开始的时候 就知道他帮助中共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怪物 但他没有告诉总统 也没有告诉专案组 相反 他让那些他给予资助的人 创造了关于这种病毒是来自大自然的虚构说法 这是一派胡言 而媒体也一直相信这一点 纳瓦罗警告说 81岁的福西很有可能在计划退休后度假 也可能有逃离美国度过余生的风险 他拿着SOB护照 说是为了旅游要离开 但是福西知道11月份共和党会叫他作证 纳瓦罗说 也许共产主义中共会给他政治庇护 但福西这个人对这个世界造成的损害 比上个世纪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大 福西备受自由派媒体的吹捧 在美国公共卫生界的地位也难以撼动 前美国司法部部长之子甘乃迪 在去年曾经在新书中就爆料 福西掌控每年从美国纳税人提供的 61亿美元科学研究资金 让他可以对知识还有创新的领导者进行独裁控制 而这些领导者又组成了批准和授权药物和疫苗的独立联邦小组 所以连疫苗的紧急授权使用也受到了福西的左右 书中提到福西利用他掌控的金融影响力 对医院大学还有学术期杆 以及数以千计的医生和科学家实施了很大的影响力 他有能力毁掉提升或者是奖励他们的事业和机构 目前华盛顿DC的非法移民已经达到零界点 市长求助五角大楼提供支持被拒绝 川普政府顾问斯蒂芬·米勒近日也发了推文 指责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 导致美国成为贩卖未成年人的世界中心 华盛顿观察家的一份特别报告就指出 自从拜登上任以来 大约有25万的非法移民未成年人越过了美国边境 被送往美国各地抚养 对此米勒在推特上回应道 这个巨大的数字难以和历史上的任何数据相比较 他远远超过了以前的记录 甚至没有任何参考点 拜登在50名参议员民主党人的帮助下 正在进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未成年人走私活动 美国边境非法移民的危机持续在发酵 据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54%的美国人他们都认为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非法移民入侵 面对边境移民激增 德州还有亚利桑那州这两个州 为了向白宫施压 将一批批的非法移民 用巴士送往了华盛顿特区 还有纽约市等等地方 抗议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这让美东这两座大城市的收容系统 濒临崩溃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近日就提议 把豪华旅馆提供客房给6000名非法移民住 而华盛顿特区的市长鲍博 开始向五角大楼请求国民警卫队的支持 他当时表示 涌入的非法移民已经达到了城市的连接点 据报道8月份 五角大楼第一次拒绝了暴泽的请求 认为这将影响特区国民警卫队的备战状态 并指出 华盛顿特区已经从通过的庇护所计划中得到了资金 近日 鲍泽再次提出请求 要求国民警卫队给予90天的支持 提供场地 比如设施管理 还有共餐 卫生和保障安全等等 他强调 有必要将华盛顿军械库 作为一个非法移民的休息中心 8月22日 五角大楼通知鲍泽市长再次重申了立场 不会派国民警卫队处理从边境坐大巴抵达DC的非法移民 并且指出 使用DC国民警卫队处理非法移民是不合适的 国防部无法满足她的要求 8月6日 美国26岁的女子提尔在与丈夫度假的时候 不慎在海边玩球的时候将手上的结婚戒指甩了出去 当时两个人马上就在水中寻找 但是没有找到 不过奇迹的事情竟然发生了 提尔将婚戒遗失的消息 放在了脸书社团上求救 有网友真的花了8天的时间 在第三次的寻找中找到了提尔的结婚戒指 综合外媒的报道 提尔与丈夫当时是在新韩布什尔州 汉普顿的北滩度假 但在海滩玩球的时候 不慎将这枚戒指弄丢了 而这枚戒指是她的祖母传下来的 而且提尔还将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焊在了一起 对她来说是意义非凡 为了找回这个传家宝 提尔把戒指弄丢的消息 发布在了脸书的社团上 希望有人能够帮助她 而这个动作也引起了网友雅契的注意 她拿着金属探测器 在水下经过8天 终于是在8月14日找到了提尔遗失的戒指 提尔说 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找回了自己的戒指 提尔非常感谢雅契 雅契说 她在5年前收到了一份父亲节礼物 就是一个金属探测器 从此以后 她就有了在海边探索的爱好 她找了很多枚戒指 而且把找到的戒指已经归还给了十几个施主 她说 她喜欢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想要帮助那些失去了对他们来说很珍贵的东西的人 帮他们把东西找回来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希望之声TV以报道真实新闻 关怀华人生活 传承传统文化在不断的努力着 我们坚持每天九档新闻为您传递各方消息 媒体的运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还有物力 所以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任何捐款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 我是小兰 别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